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旗鼓宣昂 我是張家軒 來 今天的大盤下跌了157天 從這邊有 在昨天那個拉尾盤的狂熱氣氛當中 今天打回原點 朋友你去看 這是昨天一根中長紅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用五分線來看 會很清楚 這個非常突兀的拉尾盤 有沒有 這邊 今天開D之後 回到昨天最後拉台的那個附近 朋友我必須這樣講 你在觀察這個 我應該這樣講 你操作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觀察非常細微的東西 因為這個關係到財富 那不是這樣 昨天吉拉150點 今天又回到原點 這一來一回之間 如果兩趟都做錯的話 那個是300點的一個假查 所以 我們在看一個行情的時候 當然 這個旗鼓宣昂會告訴你整個大方向 那當然 極小的部分 我們也會 特別的叮嚀你 那在昨天的行情震盪過程當中 它拉尾盤嘛 我這樣講好了啦 當然你昨天放空了絕對不好過嘛 可是有沒有一個方式可以去觀察到就是說 昨天其實是接近尾盤的時候 你不太適合去做放空的動作 那這個就可能要觀察到非常的細微 而這些我相信 佳宣絕對可以帶給你 從來喔 我們就從昨天談起喔 這是8月31號 兩個對照圖 下面叫做摩根 上面叫做台子 很明顯的 你早盤看到的是什麼 摩根短破 低點 台子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摩根在早盤是比較弱 然後你再來看喔 這個拉台上來的過程 創了一個短線新高 摩根有沒有過高 沒有 所以昨天的策略很簡單 你要空一定是在早盤空 因為我們看到的現象是早盤摩根比較弱嘛 特別你要有一個概念喔 摩根代表的是外資的態度 那摩根比較弱 那這個行情由外資主導 要往下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好 那重點來了 為什麼魔鬼會藏在細節中 你只要一個不小心喔 我說真的 你會陰溝裡翻船 你如果左盤空得很開心 張啊 欸 什麼叫做見好就收啊 頭部你看喔 同樣的一張圖 這是到尾盤的時候 頭部你看喔 這個是到12點多的時候 摩根反而過高了喔 你對照上來 欸 台子沒有過高 欸 你有沒有開始發覺 昨天領尾盤的時候 那個摩根 又轉強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空一定是早盤空嘛 早盤空啊 你要懂得回補 因為尾盤摩根已經轉強 而且他領先過高 在這邊領先過高嘛 你看到這邊 這個已經拉到平盤的時候 台子還沒有拉到平盤欸 那是不是昨天摩根 率先過高 頭部我這樣講啦 昨天拉尾盤 大家議論紛紛嘛 有人說國安基金進場嘛 可是實際上 比較正確的說法是 被動式基金 外資的被動式基金進場 因為他是比較 不計切代價 先建立該有的持股 那是叫被動式基金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你昨天如果說被他迷惑 頭部你看喔 你會覺得 欸 感覺上好像國安基金進場 今天是不是應該要做多 對不對 多數人的想法就是說 今天應該是要進場做多 反正有國安基金嘛 不用怕 頭部你大錯特錯 頭部你看喔 在歷經了昨天的拉尾盤 你應該要更謹慎的看這個行情 一天兩天三天五天嘛 五個紅嘛 五個紅的時候 你即便昨天尾盤量 兩百億 可是 整場的量還是不太夠嘛 你只有一千億 這是連續性的量說 連續性的量說 它上漲 那代表 其實那個追價的力道 是有一點弱的 所以 我們說什麼 月線往下 這個月線 昨天頂到了嘛 大漲不易 因為這個趨勢還是往下嘛 除非補量 對不對 昨天一千億 今天呢 也沒有千億嘛 甚至只有八百多億嘛 頭部你來看 八百多億嘛 我們等一下再講我們的操作 十字線要等三天後 十字線也是往下嘛 十字線扣這邊嘛 三天後才會扣低嘛 它才有機會 走平翻陽形成駐漲嘛 所以 在我們昨天的規劃 我說 回撤後走第二波 漲了一波 要不要回撤 要不要回撤 這邊有一個缺口 要不要回撤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操作上 一定要有策略 事先規劃跟我們一樣 然後呢 照著你的規劃走 選擇進場機會 最後是調整 調整那當然是 停力及停損嘛 所以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你昨天的拉抬 你在今天被打回原形嘛 那重點是什麼 既然 它會回撤 那 什麼是選擇進場的機會 頭部有來喔 今天的機會在於哪裡 這又是 這個 15分線 昨天的這樣拉抬嘛 來 對照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8040 這個是什麼 起跌高嘛 起跌高嘛 它顯然就是一個壓力嘛 對不對 可是呢 昨天突破之後 這邊有一個接近7900 突破之後 一定會變成短稱嘛 所以 今天你要選擇在什麼樣位置 做什麼樣的動作 就很重要 特別你看喔 真正的啦 在這裡嘛 大概是 開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7901嘛 7900 它在那邊開呢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 來到了短稱 因為它是昨天突破之後的回撤嘛 回撤第一次都會有針嘛 拉這一段嘛 好 澡盤拉那一段 是優真的啦 優嫁的 看這個就知道嘛 無量嘛 優嫁的嘛 所以來喔 9點17分 7965上下三點半空 也就是7962到7965之間去空 你看喔 1分多鐘你看 646362 齁 你是我的會員 7962到7964 扛下去就對了 因為我知道了 這段 有價 好 7962 高點 7964 我 除了用準 我不知道 還要用哪一個字來形容我們今天的操作 7962 一個多小時殺了一百多點啊 這是到尾盤 7 834 7962到7 834 128點 25600 意思是說 你只要做十口 跟我們同步的動作 25萬 投票這應該是你要的吧 所以我說什麼 策略 事先規劃 對不對 連長了五天嘛 昨天偷拉尾盤嘛 讓你心情很嗨嘛 可是我們看的看法卻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認為它會回撤缺口 選擇的是先做一趟空單 這個叫做128點 128點 漂不漂亮 你自己講 好 那當然這個是 僅止於今天的操作 可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的確是一個大動盪 投票你看喔 一根黑黑 留下影線值的 已經兩三十五嘛 連長五天嘛 今天拉回測試缺口嘛 我說要測試缺口嘛 可是在過去一個禮拜 我不知道你怎麼經歷的啦 或許你會覺得說 行情很可怕嘛 對不對 第二天嘛 再看一下嘛 第三天反彈嘛 對不對 彈了三天 哇好像真的要漲了 結果你昨天跳進去 我今天忍不防 做一個怎樣 拉回的動作 可是投票你看喔 早在這一根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規劃了 系統性風險 這是319事件 一根跌立板 兩根跌立板 量極縮 一根這個直穩 直跌之後 連續三根的量縮 不破低再往上嘛 連續三天的回測嘛 那經歷過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為什麼要四天 因為五日線 要等第五天才會翻牌 才會往上嘛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我們在上禮拜就規劃 有機會走內困模式 所謂的內困模式就是第一根直穩之後 連續三天 在這個區域 形成一個怎樣 區間來回震盪 等到五日線 第五天翻牌才有機會嘛 所以前三天 第一根直跌之後 你一定要在這邊 區間來回營營 所以我們選擇的動作是 8月26號 7550 空40 成交在50 這一段 然後呢 8月27號 空7710 有沒有 9點29的分 空7710 7650 獲利回補 60點 60點 連續兩天 2627 空 補 空 補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又回到這一個嘛 回側嘛 量級說不破地再往上嘛 那我們的規劃 原本就是三天在這裡面嘛 因為 一個恐慌性的下殺之後 就暫時止住了 可是它必須要讓那個恐慌性下降 那會有余計猶存的回撤嘛 所以 我們 連續兩天 短空 獲利 可是 最漂亮的是在哪裡 頭面有來喔 8月27號 補完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叫做 11點10分 7650買進做多 空完補了 7650做多 後面這邊一定有成交 我們定價 而且流倉 為什麼要這樣做 又回到這個嘛 一天兩天三天嘛 那 第一天之後 我說會走內困三天嘛 第一天長紅 第二天回撤嘛 短空嘛 這是第三天嘛 再短空嘛 可是 面臨到隔一天 五日線要翻揚的時候 空完 買進流倉 7650 欸隔天 7650買進流倉 8月27 8月28號 是不是前一天晚上 每股大漲 7850獲利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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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37分 1分鐘過後 大概可以賣在7860 210點 這樣又是210點 所以 我們是在做什麼樣的動作跟策略 我說你一定要跟我們一樣啊 對不對 事先規劃 選擇進場機會 我們有沒有選擇進場機會 對不對 內困之後 第五天他要往上嘛 所以這個210點 是不是可以拓手可得 好 那為什麼要出 8月28號 櫃管櫃管 這是台紙嘛 摩根有沒有過高 沒有過高 我們就不跟他硬拼了 該落袋的時候 冷霸 210點 210點 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行情 是不是 走到 昨天 你拉尾盤很興奮 可是我說什麼 昨天的興奮是因為 尾盤摩根率先過高嘛 可是問題是 這個量能有沒有出來 沒有嘛 所以 今天 你能不能跟我們一樣 賺到 這個 該有的 短空 包含了 上個禮拜 我說內困三天之後 有一波往上 那一波的做多 我們也賺到了 那 接下來行情怎麼看 先聽到廣告 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分享 適合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獲得投雇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雇 購得投雇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 購得投雇 購得投雇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震照 其股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雇 未來您的快樂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潤太進攻 創新建築 賈山林乘上城 壯力若成 城屋預授腹 大戶輕鬆住 二十分鐘直達台北101 2431-585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下半场我们先从 这个新闻来跟大家来解读 台股净空令最快本周解除 可能你听到这个消息 会觉得说净空令解除 之前净空令是不是 好像要抑制空头的气氛 那这个解除之后 会不会对于行情有所影响 会不会让空头的气焰更深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它为什么敢退 对不对 金管会为什么 要把这个净空令把它撤除 特别我从过去的历史走势来跟大家讲 这次的净空令是第三次 我们从第一次 1998年9月 1998年9月净空之后 呈呈现了一波 应该是说时间波的反弹 后面呢 才破底 因为这个净空令没有解除 代表空方气这个行情呢 这个趋势是往下的 因为你害怕人家做空嘛 表示这个行情很脆弱嘛 你听懂我意思吗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耶 这一次它竟然要退耶 跟1998年那时候是不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上半场我们跟大家讲的是细微的操作 从上个礼拜的到今天的操作 可是我先 下半场一开始先跟大家讲 整个比较中长线的方向 我的意思是说 好 你今晚即使在看坏大盘 会不会类似1998年 有三个月时间波的反弹 我的意思是说 后面即使要破底 它要不要呈现一个三个月时间波的反弹 要死后面再死嘛 你听我的意思吗 那至少你可能会有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调整 以及你不要看这样哦 这可能都是六七百点 上去六七百点下来四五百点 上去六七百点下来三四百点 这个是要赚 这个真的每一波都抓得准的话 你要赚是赚得到的耶 我举例来讲啦 头部你看哦 就从我们跟大家规划的 上个礼拜止叠 我说会内困三天嘛 我们做了两趟短空嘛 那不是这样的 内困三天之后 五日线要翻扬嘛 所以啊 七六五零买进流仓嘛 8月27号嘛 隔天 210点 8月28号 获利落代 因为我认为摩根当天没有很强 所以我们获利落代 这是今天的 今天空在7962 到尾盘 128点 头部你看哦 这个都是超过百点啊 210点 这也不过上礼拜的事 今天再加上一笔 128点 头部你不要看这种反弹时间波哦 这个反弹时间波 你会抓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累积起来 那个会很可观耶 对不对 我们最近这两次出手 都超过百点 好 这个是在 整个大盘跟 起货的一个规划 那你看哦 即便 这个只是时间波的反弹 你选对股票 其实也有可能赚 五成到一倍哦 头部你看哦 这个是红杰科 8月26号 70到75买进 70.5买进 8月26号 买进之后呢 隔天大涨 创新高 这个是今天的红杰科 已经 17%了 17%了 那 选股的方向 来看这 看美国看中国看政策 当然红杰科它是属于 这个PA里面 比较应用在智慧型手机 可是这个PA不是指应用在应用型手机 物联网跟车联网 甚至汽车电子 所以你接下来选股方向 除了多方面的应用性的发展的个股之外 当然也要着重它的业绩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红杰科 金甘丹嘛 8月营收有机会创新高嘛 所以买在这边 到今天的收盘 17% 这也不过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同样的 另外一档 也是PA的 英特雷 FIEET 785到79买进 这一定买得到啦 因为它有杀到平盘嘛 买完之后短线创新高 顿低两缸之后 今天再往上 同样是PA 同样 生化价是PA 对不对 可是你看英特雷 它还有另外的 零化音以及替化价 这个比这个生化价的毛利更高 它又跨入了汽车房转跟物联网 所以你看 从上礼拜的布局到现在 宏杰跟英特雷 对不对 这个时间波的访谈 你如果说抓对的股票 一样可以跟我们一样大转嘛 所以接下来投票一样哦 你选股一定是看这嘛 会影响台股的一定是我们的出口最大的地方 美国中国 还有自己本身台湾的政策嘛 在生计里面有一档股票 它巧巧的占上月季线 你看它的营收是新高 获利也是新高 刚刚起步而已 法人进驻 这个也是接下来 我们会去布局的相关的个股 那 整个行情的一个发展 特别人来哦 明天的关盘重点 很简单 今天我们短空嘛 对不对 赚128点嘛 好 明天这一个一定要守住 如果守不住 很简单 来看一下 A B C 这叫A B C 因为这边是颈线嘛 你现在懂的意思吗 破了就A B C 回撤 刚好就是我跟你讲的 连山起五天两天八日 该回来啦 该回来啦 然后呢 月线还是下弯嘛 没有办法改变嘛 十日线 请注意哦 一天两天 那些扣低 十日线有机会 在两天后 走平翻阳 那这两天 那是不是就是刚好 它回撤缺口的时间 刚好配合着什么 五日 十日 走平翻阳 那它是不是回撤之后 如果有守稳 那它有没有机会 再去往上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说什么 短线测缺口嘛 这从昨天到现在 我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短空 特别 你要搞清楚哦 你看我在跟你讲 除了大方向之外 该空的时候我们也是 会去做该有的动作 不是看到昨天 行情大涨之后 傻傻的今天拉回去做多耶 你听我的意思吗 你看包含了 内困三日之后 上个礼拜 强了210点的多单 今天反手先空 时间波的 一个反弹的回撤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说真的啦 跟上我们脚步 好不好 那时间的关系 预祝大家明天超出准利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不是说好 要一辈子在一起的吗 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对不起 生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